在乎你,愿你快乐 最重要的,却很少人说的 竟然是天天快乐这一句 但是快乐并不是说有就有的 当中大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是你们的安心 我就是你们的安心 当大哭当中大的人 当中大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当大哭当中大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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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你们的安心 我就是你们的安心 当劳 哭 当中当的人 当中当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当劳 哭 当中当的人 当中当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当劳 哭 当中当的人 当中当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是你们的安心 我就是你们的安心 当劳 哭 当中当的人 当中当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可以到我这里来 有人觉得有钱就会快乐 但是根据国际机构盖洛普公布 2012年全球快乐地区排名 在全球148个国家级地区进行调查 香港排名73 未处中油 每人平均收入每年只有 11万港元的巴拿马去榜首 高达近50万港元的新加坡 则处于榜末 报告指出 结果反映 越高收入并不保证越快乐 更引述美国权威研究 高收入可令人满足生活所需 但不等同于快乐 有钱就有快乐吗 早前香港一项调查指出 港人平均认为 年薪要达到154万元才感到快乐 若以此为标准 那么快乐对很多人来说 岂不是很遥远吗 有一则新闻报道 一位女士想自杀 却因为当时股市大跌 失去了一切 炒了十多年的股 最多的时候 曾拥有过100多万元 所以失去后很不快乐 但是回乡炒的过程 也并不快乐 又有人觉得成家丽是最快乐 有儿有女最幸福 根据香港统计处发布的数字 2012年香港司法机构 发出的离婚判令 达到19600宗 是1981年2062宗的 约9.5倍 较十年前 则增加6000多宗 从那么多家庭破裂反应 成家丽是不一定是快乐 幸福的 有一次不去天水为一所教会讲道 有一位老伯伯在退休的时候 获得一笔退休间 大儿子借了去买楼 两年后卖了楼 人也离去 从此再没有联络 老伯伯极不明白 以及不开心结 因此很不快乐 他多次想自杀了结人生 后来有基督徒邀请他到教会 得到会众的关爱 更明白耶稣爱他 为他的罪而死 因而信了耶稣 从此重拾人生的喜乐与满足 我听到后深深感受 人间无情 教会有爱 老伯伯在教会 找到家人也欠缺的爱 教会中基督徒为何会去爱 是因为靠着耶稣生命被拯救 改变 鼓励 以致去爱诸位的人 耶稣说 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 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 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在人生中 我们有不如意的事十成八九 不快乐的事也不少 但耶稣的话 如同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指引你新的方向 给你满足的喜乐 幸福的人生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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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春天 幸福的来源 原来就在面前 选择要改变 我曾经生命要破碎 神也为我自己 常常流泪 但是遇见你 你让我不需要哭泣 唯有你叫我去发现 生命不再为止 还有春天 幸福的来源 原来就在面前 现在要改变 可以现在 圣经中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 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靠着耶稣可以常常喜乐 耶稣来找你 想帮你 你只要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祂会赐你 出人意外的平安 有一位青年人 心中常常充满了挫折 空虚的感觉 希望能为自己的人生问题 找到满意答案 在这里 我想告诉你 他的故事 最初 我以为受教育 是个好办法 于是我努力进了大学 常常跟同学 谈到人生方面的问题 但大家都没有答案 我又想也许声望能带给我快乐 因此 我开始参加竞选大学一年级的系代表 拉到不少选票 因此顺利地选上 但几个星期过去 新鲜感就随着消失 许多同学 带着他们的问题来找我 但我只能对他们说 我没有办法帮你的忙 我自己的问题都终不上 这时我注意到 校园中有另外一群学生与教授们 却与众不同 他们没有被环境所影响 反而好像是克服了困难 观察了他们好一段日子之后 就问这些同学们 是什么时你们生活要改变 一个女同学笑着对我说 耶稣基督 这些基督徒告诉我 基督教并不是一种宗教 乃是一种关系 这有如当头一棒 然后他们竟然向我挑战 要我去考察耶稣 关于自己是神的儿子的宣称 这些人一直向我挑战 于是我最后答应了 结果我却找到许多 前所未知的历史证据 我上过许多人文主义的课程 听过那些教授 在台上所发表的意见 所以我也一直认为 如果这些教授不信基督教 也没有人能逼我去信 但现在我却突然发现 我是根据教授们的偏见 拒绝基督教 我心中起了很大挣扎 我是法律于修科的学生 我现在相信神 借着耶稣来到世界上 为我的罪死在实际架上 然后又从死里复活 直到今天 他仍然活着 但我的意志 却不允许我的心 去接受这个真理 19年来 我一直对自己的生活不满 现在我遇见一群朋友 他们说他们在耶稣身上 为自己的生命 找到满意的答案 我若不把信耶稣来试一试 岂不是个少光吗 在12月一个晚上 8点30分 我跪下来打告说 主耶稣 谢谢你 以你为我死在实际架上 我知道 自己是个罪人 请你饶恕 我邀请你进入我生命当中 做我的救助与主宰 我也把自己的意志 加在你手里 最后 我凭着信心 感谢神 已经进入我心里面 我心里 有了真正的平安 这种感觉 很难形容 我成为了基督徒 当我做出了 那个最重要的决定之后 我第一次 开始有难以形容的 平静的感觉 心里有了真正的平安 过去 我是个坏脾气的人 很容易和人起纷争 但是当我变成基督徒以后 我何时感觉到 心中的平静 何时就变得没有脾气 我的朋友固然注意到 我的改变 但我的敌人 却比他们发现得更糟 但有一个人 让我最不开心的 是我真正最恨的人 那就是我的父亲 在我看来 他是住区中 酗酒醉凶的一个人 我的高中同学 照顾他在镇上 发酒疯的情形 当做笑话告诉大家 我听到后 跟他们一块儿笑 但心中却暗暗流泪 当我朋友到我家玩 我常用绳子 把父亲绑在 房子外的马厨里 骗朋友说 他有事出去了 我甚至好几次 在他微笑剧酒瓶中下毒 想毒死他 但等他变成基督徒后 神却把我心中的恨挪去 我到医院 探望父亲 父亲说 孩子 你怎么会爱一个 像我这样的父亲 我说 爸爸 六个月前 我是不会的 但现在 因为有耶稣 住在我心里面 我不但爱你 也能爱其他人 我告诉父亲 耶稣如何改变我的生命 四十五分钟之后 他跪下来 接受耶稣 做他生命的主 当父亲 在他一起 偷来的时候 他立刻 成了一个新人 仿佛有人 伸手 把灯 打开似的 十三个月后 父亲去世了 但在这十三个月当中 我们住区中 有许多人 因为看见 我父亲改变了的生命 也因此 信了耶稣基督 这是我为什么 相信耶稣基督 是人类历史上 最伟大的一位改革领袖 有人分享自己的信仰 是我对自己生命 最好的一种投资 是的 在人不懂得寻找耶稣的时候 他主动寻找你 要把一个满足 喜乐的人生给你 你愿意接受吗 Zither Harp 尼文字幕志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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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你 上与我同在 在每一天 黑板我分在适宜 冲破山海前进 天天仰望 不再比我 Emanuele Emanuele 想与你同在 Emanuele 想与你同在 Emanuele 在每一刻 神以白帮你安慰 宽恕之小怜悯 修杰远河 救赎万民 Emanuele Emanuele 神与我同在 Emanuele Emanuele 想与我同在 Emanuele com Emanuele 最后祝福你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 因谢将猪般的喜乐平安 充满你们的心 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 大有盼望